第一次上課講到VBA已經算進度還蠻快的啦 我想至少上課有把它錄下來啦 如果你有劉妹我整理會寄給你啦 所以你們假如有些地方細節沒有聽得很清楚的話 回去可以再把它複習一下 那建議大家一定要動手做 那當然最後會有這兩個按鈕 按下它 那這個按鈕怎麼做出來的 基本上非常簡單 如何產生按鈕 一就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開發人員Visual Basic的隔壁的隔壁 這邊有個插入 好在這個這個面板裡面 那有一個表單控制項這邊有個按鈕 OK 那你點選它之後再做拖拉 拖拉有點像那個Photoshop小畫家有沒有 點它之後 這個有個十字嘛 按住不要放 像右下角拖拉 放開它就多大就多大放開 OK有沒有 這個時候它會彈出你要指定的聚集名稱 這個所謂的聚集名稱 其實就指的是你的sub的名稱 那因為我們有做兩個 所以我要指向的是門號 那點擊之後的話 它就會選這個名稱 不過我習慣是會把這個門號的兩個字複製起來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按確定之後 上面是按鈕3 所以我必須要改成什麼 改成跟我的sub名稱一樣 所以我剛剛有複製嘛 這時候可以把它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可以少打兩個字 好就這樣而已啦 其實主要複製就是因為少 那你可以自己打 你如果不複製你自己打啦 OK 不過還是好像複製比較快一點 比較懶 我是建議就 其實它這個應該將來就 你點了它 這個上面名稱 應該也自動變成門號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 它沒有把這個 這麼貼心的功能在改版的時候 把它加進來 OK 所以沒辦法 那另外就是 第二個清除的話怎麼做 當然你也可以再做一次 不過可能會拖拉的大小不一樣 所以我的習慣我會用這個來複製 複製再貼上一個 那它就會一模一樣大小 那可是怎麼改 其實按右鍵 重新指定劇情 OK 那一樣可以清除 這個方法我覺得會比較 不用在那邊調半天 因為說真的你要自己在 第二次拉的大小絕對 很難會做成一模一樣 所以我習慣上是把這個按鈕複製貼 那如果你有一排 你就可以貼一排都一樣大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就執行 就等同是 你剛剛在哪裡呢 剛剛在Visual Basic這邊執行 就等同是在這邊執行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把它執行 它就執行了 清楚 不過呢 也不見得一定要 每個地方都一定要做按鈕 像我平常在使用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是把它執行完畢 其實我主要只是要這個的結果 因為我執行完 我只要這個看到的號碼的結果 那我就其實不需要那個按鈕 按鈕不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有經常性的話 你再去加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 如何去做這個按鈕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其實按鈕 你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我希望 按鈕要可愛一點 不要這麼 這個感覺很太正式了 或者是說呢 我希望按鈕不要這麼明顯 因為我希望有隱藏功能 那個隱藏功能是我下班之前 再按一下就好了 因為 不要讓老闆知道 老闆也會以為說 你是做很多很忙很大 才做完的 那 你希望說這個功能其實太快了 你是下班前再按一下就好 那其他時間你就可以 做一些彈性的應用 OK 因為之前真的有同學 我有問他 因為他學了好幾期之後 好像功力大增 他說你會不會讓你老闆知道 他說絕對不會 OK 因為老闆不會幫你加薪 他知道你會 所以他一定會幫你加工作 對不會幫你加薪 所以 那所以呢 這個功能假設 你不要用這個 你可以用什麼呢 按右鍵 再去選取 右鍵有沒有 你可以delete掉 你如果要刪除的話 你可以剪下來 沒關係 那如果說你希望隱藏功能的話 你可以移到這旁邊一點點 然後呢 換一個 不是這個 插入 這邊有個什麼呢 圖案有沒有 你比如說可以假裝一個笑臉 笑臉小一小的 這個放在這邊 顏色可以改 按右鍵 這邊有沒有 指定聚集 一樣可以是門號 另外的話 再插入一個 比如說 這邊有個叉叉 放在這裡 然後 這個假如是紅色的 按右鍵 一樣可以什麼 指定聚集 清除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執行功能的話 除了用剛剛的功能之外 你可以拿下班前按一下 執行的嘛 對 清除 有沒有這功能就躲在這裡 不會讓人家知道 你要拉過來 OK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你要正式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比較沒有那麼正式 你可以插入 這邊有個圖案 你可以用這上面的圖案都可以 或者是用圖片也可以 圖片上方按右鍵一樣會 點擊的時候會有作用 然後美工圖案其實也可以 所以這裡其實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增加那個 把那個程序 按一下可以被執行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有 兩個方 至少兩種方式 一個比較正式 那一個是比較是 可能沒有那麼正式 你可以有隱藏功能 試試看 有個有少許的 沒有很少許的 就好 那麼多 有少許的 有少許的